这是我从种子种的锈球还记得吗 怎么成这样呢 渴的经常是忘了给它浇水 浇了水第二天就恢复正常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理想情况下呢 应该在五月份中下旬啊什么的 就给它疫苗 现在都六月份了 再不疫苗 这个一个是怕忘浇水 又出现那个情况 时间次数太多 这实际上已经出现过好几次 都是蔫 蔫升那样 我觉得哎不行了 一浇水马上就恢复了 所以为了省事啊 不要再把它忘了 给它换个大盆子 顺便说一句啊 这是锥形绣球 Paniculata 它的母本 它是从一个叫Pinky Winky 一个很著名的花很大 秋天会变成红色的那种锥形绣球上采的种子 换盆之前呢 仔细看一下 你看长得有点赖了吧唧 不太精神 不太健康 什么原因呢 在室内过冬啊 有红蜘蛛 所以很讨厌 这也是准备啊 给它换盆盆 今年冬天就在室外过了 抖抖抖抖 还挺顽强 深备干的 要先给它抖抖抖抖抖抖抖落ここ 你看它的即使现在 你看它的根 它的小根长得挺虚的 挺细的 土也挺干的了 又干了 但是这种潘尼克拉塔 这种锥形锈球耐旱 把小苗分开 每个都有点根 你看它原来Parlate珍珠岩很多 它根长得挺发达的 有利于透气透水保水 所以它根容易长 给它换到普通的花园土里头 来欧肥的 所以它有点小虫 在花园里头问题不大 在户内一定不能有虫子 种上就好了 这就种好了 待会再给它浇点水 这种完了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 要做 什么呢 通常小苗要掐尖 这样可以让它长得更紧凑 更bushy 否则的话它一个光杆长起来 当然那种也可以啊 有的人喜欢把它培养成像小树一样的 也有那种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留一个吧 留着它长小树不容易 因为它本性啊 就是灌木 它喜欢分支 那么长成小树呢 就不断的修剪它的小分支 所以呢 还是给它掐了吧 好 这种追星绣球不仅耐旱啊 还喜欢阳光日照 全日照没问题 在多伦多地区 那么半日照呢 就足够了 好了 追星绣球 种子种的小苗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时针 加花明 希望有更多你喜欢的视频 这是氧化原因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